好 这个中间球有好多球 不知道怎么样接 导致和你的搭档 澎湃了 或者撞在一起的 首先 如果这个球 是挑在我这一个半球的 也就是这个球跟我形成一条直线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只要专注这个直线的球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直线对手杀下来的这个角度和力量会比较大 所以我的这个精力 全部盯在直线就行了 变成这个中间球是我的搭档去接 好 如果这个球向我挑去斜线的话 这个时候球他就给我形成一个斜线的状态 好 那这个时候我的搭档他的注意力就放着这个直线就行了 变成这个中间的球是我来接 所以很简单的 比如是形成一个斜线的话 那这个时候中间的球就是对角的人去接 就这么简单 比如现在这个球在这 好 这个中间球就是我的搭档来接 如果那个球是在我的斜线的话 中间的球就是我来接 那你们认为如果球他是在中间的 这个时候对手又杀在中间的话 应该是要去接的 评论区里告诉我